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的客家文化在这个地方能够被更多人重视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要带来的是 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课语专辑 以及最佳课语歌手的二本猫 2019年呢他们发行过他们的EP 叫做 里面的歌曲叫做 尝尝尝尝尝起来 舌头快咬到了 尝尝尝尝尝尝起来 咖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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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Fallin'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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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藏起来 那falling leaves 陪你去度假 鲜花 12342秋天会回来 baby想见你 四三二一 她回来却已不一样 少了你的smile 三千一百多万秒的时间 时间的走着不知不觉 望着 望着我们 我们日复一日 南风一年 流浪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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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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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背都會走平 沖咖滿沖 沖沖空氣落 長架漫長 長長藏起來 非常的擾口 如果知道二本貓這個團體的人 肯定對另外一組樂隊不陌生 那就是主唱小歐的春麵樂隊 沒錯 上個禮拜有聽到他們的故事 這個禮拜我們再次邀請到春麵樂隊 來到節目中跟大家聊聊他們的音樂故事 我們先進段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一起來聽聽 一上節目就很容易發瘋的春麵樂隊 分享他們最新的境況 以及他們的音樂故事 天三六歲後初情 重逢了一個故隱 前一條蒙古永恆 devam上 spirtifen燮 聊人 lottery合作凝lie 知一遍 248 豬新年曼 Romans Horror 有اذ infinity 你不可以 由作為頁悟 小前У 다양한詞 傾饕 操唆 曲�нев 簡易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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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嗨嗨嗨嗨喔 哦 大家好 我是高成玉 第一單皇館高成玉 哎 村民樂隊 這個樂隊太可愛了 你知道嗎 他們的默契之好 然後音樂又好聽喔 上個禮拜 大家對村民樂隊已經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 當然也有透過我們的直播 大家就可以知道這一群人有多麼瘋 不過呢 這禮拜我們來聊一聊小鷗的事情 小鷗你自己在新竹 住了几年 民国93年 会讲民国通常都是长辈 西元 帮我算一下 怎么算 一直住到2017年 十几年 真的耶 以前你在新竹念哪个学校 新竹教育大学 这我们不是上一集有聊过吗 但我怕有人忘记 新竹教育大学现在改名字 改叫清华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系 欢迎大家去报考 在新竹住那么多年 哪一年开始就玩乐团 快要报考到了 2014 差不多 2013 差不多 可是玩个一两年而已 然后就结束我的音乐生涯了 所以小欧那时候开始玩团 第一个团就是玩俄本猫吗 不是 就是在新竹有跟一些 狐群狗党玩过一点音乐 对啊 然后就不了了之 然后也没有特别什么想法 那后来真的有想说 来写一点自己的创作 真的因为以前在跟狐群狗党 以前的时候 那种没有 我自己不会写歌 对 所以就真的是碰到 二本猫的团员 然后他们就陪我一起把 我想要写的东西组起来 好想哭哦 那也是五年前的事了耶 二本猫应该算是小欧 第一个客家的乐团 我有写 也是我有写歌的 第一个乐团 第一个乐团 对 那时候怎么组成这个团名这么可爱 你很喜欢食物 然后你也喜欢动物在你的音乐里面 说真的 我那时候 我们在讨论团名的时候 二本猫的团长 加手王位 他说 不然叫个二本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 是不是可以加一点什么 我就跟他开玩笑说 你看 如果五月天叫做五月 苏打率叫苏打 你不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他就说 那二本猫好了 因为他有一个室友是猫这样 真的耶 以前有人就讲过 就是说 因为以前五月天出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乐团 就是都跟数字有关 比如说五月天 四分位 然后六甲 然后后来有一个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 88个 拔辣子 拔辣子 还有 还有831 192 911 192 还有三瓶块这样子 他就 你自己宣传一下这样 没有那时候觉得有数字都会红啊 那异乡人 异乡人就是个人 那异乡人有几个 就跟我们刚刚混到就说 一首歌有几条歌这样 六条 回到春面乐队啦 我们第一次听到 小欧的创作大概是在二本猫的时期 而且去比赛还获得了首奖 对 你那时候觉得很惊讶吗 很惊悚啊 惊悚啊 我说惊讶你说惊悚 真的很惊悚 我记得那时候 小欧的那个作品 而且在延续剧也有出现过 古风少年 古风少年 我们那时候其实我另外一首歌也在古风少年有一起 我知道啊 对啊 而且你也会唱 对啊 所以现在我们要 那来唱一段 没有啦 我真的还乱cue耶 其实这个二本猫这一集让我的访问都剪得东倒西歪的 我们叫东倒西歪 小欧一直在 前面还要狐群勾档 你这样两次 不好说 小欧跟小Q 就是小Q多一恒 可是你们现在有大身体 他一直在摇头 他一直在摇头 你们就是我现在的狐群勾档 狐狸莫小毛 不过春面乐队跟二本猫的团员有彼此合作的经验过吗 好像有耶 有跟郑南韩他们的double bass 我们去年在那个 卫武营 户外的维也纳 新年转播会的时候 对 做一个门场嘉宾 对对对 他来帮我们代班 对 有没有可能以后组一个什么春面猫 二本春面猫大乐队 有时候会这样玩 我知道耶 我自己是还蛮期待的 不知道郑南韩觉得怎么样 二本猫啊 曾经在金曲奖獲得最佳 最佳客语专辑 还有最佳客语歌手奖 在二本猫之后 小欧的最新的乐队叫春面乐队 非常厉害的 在2019年的精英奖 获得了一个非常难念的奖项 叫做最佳跨界或世界音乐单曲奖 今天节目中 听众朋友有没有耳服来听你们live一段 来来 你来 你来 好 这段广告我们 回来欣赏春面乐队的现场表演 我还是讲个海路好了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作客 听 听 听 辉拖号 黄和封顺 吴 勒 梅 政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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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入圍過 所以我在去年看到村民樂隊入圍的時候 我只有嫉妒羨慕恨 不過我好奇沒有啦開玩笑啦 我想要聽聽你們在這個典禮 參加這個典禮的經驗 還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我覺得很感謝金獎 他要哭了 官方的說法出現了 對官方的說法 不是他真的要哭 真的我真的是一直被團員笑 你知道我們演員會有一個訓練方式就是 在得獎的時候千萬不要手汙著嘴巴 就是我會覺得這個動作一直對我來很假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說不要這樣這樣不真誠 結果沒想到當金獎獎公佈說 得獎的是春麵 我手就這樣舉起來了 一直舉到台下 所以我一直被團員笑到現在 所以這是一個沒有演的過程 我跟你講這真的好真心 然後我就寄到我的小本本裡告訴我說 這個是好珍貴的一個感受 因為我們都需要記錄這種心情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這好真誠喔 對然後也覺得很特別是 能在這樣的場合裡面聽到自己的聲音 在這樣子傳播出來 國父紀念館 真的然後跟著團員們這樣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回憶 那葉超呢 我覺得我們有充分準備好在這個典禮上 講得很嚴肅 有還是沒有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因為 我們有特別找設計師的衣服 Bob Jam 對也是台灣原創的設計師 但他現在已經是個大卡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很專業就是 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幫我們先選好衣服 然後一兜我們全部 就是FIT 就是他那個衣服是 完全他知道你的缺點跟優點在哪裡 所以我突然就長高了 然後我突然也變得很 帥上加帥 對就是變得很 對很棒了 然後小二的優點也被展現 缺點沒有 對然後我就收到很多人都說 他們覺得我們在典禮上真的很 煥然一息 我有看到你們的衣服 其實普遍來看起來就是很適合 而且我有看到羊牛的衣服也是很美 對謝謝 那小歐你其實也參加過 你得過金曲獎 也得過金音獎 你覺得這兩個獎對你來說 有什麼不一樣的意義嗎 這個問題還蠻多人問我的 我其實常常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 因為我從來不覺得我在做流行音樂的感覺 所以可能到了金曲獎的場合 我會有一種我不知道我該走向哪裡 但在金音創作獎 可能是因為我一直都有在關心金音創作獎的現場 我以前也坐在金音創作獎的台下 看了三次live 把整個典禮看完 我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要哭了 你又幫我繼續講下去 對啊 就 我自己是真的沒有想過說 母語可以有得到這個獎項 我覺得這是很可以跟爸爸說 就是請他再繼續多支持我們吧 對啊 因為我也是當下那個場合裡面 我也很驚訝我爸爸媽媽有來現場 因為沒有想到我們真的可以拿獎 因為這真的是 我們那天穿得這麼帥這麼美 純粹是想說 很怕以後也沒有再機會 來到這麼棒的場合 就要穿認真一點這樣 對啊 所以爸爸媽媽能夠在現場幫我們拍手 對啊 我覺得這是我當下的心情 其實以後還有很多的機會 因為你們音樂非常特別 那其實我覺得最近很多人問我 關於金曲獎的語言分類的問題啊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的音樂夠好 其實那些都不是問題 春面樂隊的這首歌曲 其實在金音獎獲得的肯定 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 我們再來聽聽春面樂隊的音樂故事 可 여행か 親愛的阿爸 我們家擺第一 親愛的阿爸 阿爸 Bei Pokémon 都 恩li 雖然小時候 你常常拿水管打我 像你赌气 从不在意 亲爱的阿爸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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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阿爸 阿爸 是要让天赋自由 一场的风后 在奋斗 洗纸眼打水 那些年 你心意意 热心努力 你是我们心中 Superman 模样做的你 最坦阿布 人否有一年 相守相惜吧 But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 i can I nog 我们爱你 有机力 哦 有机率 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记着可以 我爱你 李宗 basis 我们爱你 什么都非常 contrario 那一年为了抢电视 我却离家出走 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真的啦 谢谢你带我脚背撞乱时 细心的那么细心的照顾我 我妈妈最爱炫耀 她的爱人 手写上前缝禁书 爱人阿红 我把阿红 你是我们心中明月 我小妹也来真宠 切切的笑 她说爸爸去哪里都带着她 爸爸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 不要做的你 在他不日复有一年 相守相惜 爸爸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 亲爱的阿爸 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他差點要講到印尼話去了 來自村面樂隊的歌曲喔 欸小鷗 這首歌是不是寫給你爸爸的啊 懂眼啊 懂眼睛阿爸 我覺得也是很像在跟葉超鬧 因為我常常都會說 他是我們團的亞爸 我就寫這個歌的歌詞的時候 我也常常想到 他在為人父的這個角色 我就把我笑的時候 呃 很恨我爸 他居然拿水管打我 然後跟葉超講一件事情 然後葉超就說 那我以後也比招辦理 當然是不會啦 雖然阿爸你常常拿水管打我 在我小時候 但是這首歌真的是 讓我覺得我爸是在那個年代裡面 算是很棒的youtuber 我剛剛就要聽到說 很棒的時候 結果你後面講一個youtuber 我又從諧音協會這個 又進來了 不過這首歌其實是 呃 大部分是華語的 然後只有一點點的客語 對對對 就是呃 聖夢音 把我們家擺 提依 不過春麵好像大部分的歌曲就是 我們說自然的語種 我在你的眼睛看到你 就是全客語的歌曲 那也有河樂圍的瓜 那有打算做全客語的專輯或歌曲嗎 我們就是在今年十月會發行我們第一張創作專輯 就是全客語的 專輯名稱叫什麼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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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到底聽起來比較像是那個 我們原住民的朋友會講的 喔 其實我很常在家裡聽到我爸跟他的兄弟姐妹 吵架 就啵啪都帶怎麼樣 然後就掛對方電話 那我覺得到底他是一個很適合吵架的 一個很酷的母語詞彙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張專輯主要的那個創作故事就是在講吵架的故事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我覺得是吵架是一門藝術 然後這個到底的歌曲 他好像可以幫我們人生很多階段 你可以做階段性的自問自答的一個 一個句號 或者是一個問號 他可以代表你 他比較開放 這個詞比較開放 因為我如果沒有認真去聽 爸爸跟他的兄弟姐妹吵架都用什麼詞彙 我其實也不曉得喔原來到底都帶也是一個可以拿來說話的智慧 因為平常就是對就像子媛講的 對到底意義我們都覺得好像是原住民用詞 以為是原住民專用的 但是其實我們客家話裡面很多吵架的學問也是會講到都帶 其實客家的很多老古年年就是老古諺語啊 他其實很多的智慧 而且有時候你看到他字面上的意義 再去連結到他背後的含義 你會會心一笑 你會會心一笑 以前人怎麼可以想到這麼迂迴又好笑的事情喔 那之前的曲風其實有 有些古典 有一些覺識 新專輯的曲風呢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變 有變化嗎 讓大家會有眼睛或耳朵一亮的感覺 還是其實想要維持一貫的曲風 如果我說沒有變化 你們就會去馬來聽聽看到底有沒有變化 好懸鬧 已經錄完了嗎 還沒還沒 還準備要錄 緊鑼蜜鼓當中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可以影響你們的錄音方向 所以我們可以在村面樂隊的Facebook或IG上面給他留言說想要聽什麼曲風 他們就有可能會變成那樣 Hip-Hop Hip-Hop Hip-Hop就變Hip-Hop I'm Ra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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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是我們的第一張全母女的創作專輯 因為狐狸墨小貓那一張是EP嗎 只有三首歌曲 對我覺得 我們現在在整個製作過程中 我們也是各種切磋跟張力當中 不過這一次的專輯裡面應該可以透露吧 就是會有兩首的 就是傳統的善歌改變 完全 截然 欸不能說截然 應該說是耳目心嗎? 呃...超... 無超所指 超無想像 我覺得要問正經的音樂室 就好像應該要問夜超 欸你們錄專輯的時候 像我很多的音樂人 包括我自己 我在錄專輯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很焦慮 而且在那一段期間 我其實是 像我平常跟大家這樣子 講話輕鬆開朗活潑 可人兒的造型出現 對可是我在錄音的時候 我會很崩潰 而且很 嚴肅 夜超會嗎? 我其實戀團跟錄音 最嚴肅應該都是我啦 老實說 因為我們其實戀團的時候 他們三個人就是 會在美西西加 早來去玩玩去 然後我其實一直在想 下一步要怎麼做 然後所以等他們 就是在失控的當下之後 安靜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切入正題 所以我說我們戀團時間 真的都很短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在聽他們 冷笑我 沒有啦 我常常在旁邊畫畫 不過 夜超這個 小歐的創作 阿爸阿爸已經 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 你在練團的時候 你可以帶水管 這些團員有沒有 不太乖的時候 你就 你講到阿爸阿爸 我就想到那時候 他們 就是在編的時候 真的一開始就是 腦筋一片空白 然後他們三個人就還在那邊玩 然後我就在那邊思考 是到底要用什麼 什麼編曲的方式 取風啊 後來他們就在吵一吵 吵一吵之後 我就突然想到 好 那就這個了 對 常常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 有一個成語叫 十歲之位 所以他們 每次練團的時候 就會一直吵到你 讓你有 非常充沛的靈感 對 我覺得是因為 他們在鬧的時候 會有很多很多的 火花 只是他們 沒有在 解決 他們就是 丟來丟去丟來丟去 然後我就是 在他們 一堆火花在碰撞的時候 趕快抓到幾個 哇 靠哪用啊 我覺得這就是 說話的藝術 這就是團長 團長負責收斂的人 不過其實 我們在練團的時候 呃 不是練團 錄音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還蠻 focus 因為我們像 我們 我們的 迷你專輯 其實我們都是 錄同步 對 所以 其實是四個人同時 所以都會希望在時間內 就趕快 錄完了 因為 單皇館其實在錄音的時候 他們會有很多 體力上啊 然後還有樂器上 因為樂器會 會膨脹 就是遇到 水 我們就是會有一些 溫度 瘦溫度 有很大的限制 對 溫度 而且因為 比如說在錄音的時候 不能開冷氣啊 嗯 對 所以還有音準 像我是 我們都古典背景出身 所以我們是四四二 四四二 對 跟流行的四四零不一樣 所以 管樂要非常的 focus在自己耳朵上 所以 對我們男友就是 專注 很快就要把他錄完 你們的製作人 也是我 一位很好的朋友 是Stanley 嗯 陳品鮮啊 陳品鮮 為什麼講到製作人 這麼輕密啊 謝謝 跟陳品鮮一起合作 陳品鮮啊 我要先介紹他一下 他其實是 小歐在二本貓的時候 的製作人 然後他以前有一個樂團 叫做Stay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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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Cool算是我以前 在剛出道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就已經很 當紅的一個樂團 然後 品鮮呢 Stanley呢 他其實是非常 專注在製作上的 包括他那時候其他的團 一丁一口啦 啊 還有吳貝亞 嗯 啊 還有 有入圍金曲獎 最佳演唱組合的 是 江鳥的 西班子創作樂樂團 啊西班子 對 西班子是一個 非洲古的打擊樂團 創作也是用母語 台語和樂語 是算是你的師兄 對 這些作品都是由 陳品鮮 Stanley Chan 完成的作品 三十二例 三十二例 聊一下 你們的製作人好不好 製作人平常在錄音的時候 給了你們什麼幫助 他非常的嚴厲啦 我覺得 嗯 他會攻擊小歐 因為我們 主唱都會在後面再重新配唱嘛 對啊 然後 就只剩下我跟他還有錄音助理 就是我的團員都不在了 他就會 說 我覺得你就是唱的不錯 但是 就有一些問題 那 他兜了一圈之後就說 我就說你可以再講更 進階一點嘛 就是讓我真的有很聽懂 他可能是怕傷害我 嗯 他說這個問題就是 你這首歌之前來錄了幾次 加上這一次 聽起來就是 沒有靈魂感 那你還錄得下去嗎 當下 當下就是 然後他就說 那你 先想一下 好 他就把錄音室關上 原委一個人 他就 讓你自己在 錄音的空間冷靜一下這樣 不過我要說 其實我聽了很多品仙的作品 就Stanley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他把聲音都處理得非常乾淨 這也是過去我在聽二本貓的專輯 或是春麵的EP 我都覺得其實 這位製作人其實給你們的幫助 其實是 有時候在彈奏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很多的細節 尤其他把很多細節的聲音 處理得很好 非常的乾淨 所以其實 大家也可以期待 今年底 這張 春麵樂隊最新的專輯叫 朵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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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ley Chen 陳品仙 還會不會讓小歐繼續去尋找 他的靈魂 哈哈哈 今天的節目在這邊差不多要告一段落 我們非常感謝春麵樂隊來節目中 走哈做客 想要知道更多春麵樂隊的消息 我們要到哪邊找你們 我們的FB 春麵樂隊 Tranudel 對 也希望大家順便訂閱一下 掌上明珠 哈哈哈 掌上明珠是 春麵樂隊跟陳明珠 一起開啟的一個新的頻道 不是 是他自己的頻道 是小歐個人頻道 好朋友好朋友 對啊 陳明珠 訂閱一下 掌上明珠的 第一個影片 就是我們春麵樂隊跟陳明珠一起 我要鼓吹那個 所有陳明珠的粉絲 一人一姓 支持陳明珠 一起來走哈 ReckonLive 這樣我們才要幫他們宣傳 哈哈哈 好 開玩笑的 感謝今天所有聽眾朋友的收聽 走哈ReckonLive 在我們每個禮拜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在FM96.7 環宇廣播電台準時放送 今天節目在這邊告一段落 我是主持人 黃子瑄 翁子憲 謝謝春麵樂隊 安利哈札麗 掌上來聊囉 掰掰 謝謝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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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